你见过用气球孵蛋吗?孵蛋的方式有很多种,但是用气球孵蛋,小编还是头一次见,只见男子拿来气球,下面果然孵化出了很多只小鸡,这究竟是怎么孵化的呢?让我们来一探究竟,用到的主要设备就是气球,然后还要有一个瓶子顶部,制作这个装置的核心设备就是发热器,在气球中装满水模拟母鸡的身体,然后往气球中注入水,大小要能盖住所有鸡蛋的大小。 接下来我们仔细的讲解一下,制作道具注意听哦,首先需要找一个塑料瓶的瓶口,然后确定好大小,将它完整剪下来,然后用火烧掉锋利的边缘,让它平整一点,防止割破气球,接着把割下的瓶口塞入气球,所以气球的大小还要合适,然后要准备一根长短合适的铜线,将铜线和带皮电线相连接,再将铜线穿过瓶盖,接口一定要用电胶部包好,然后将穿过瓶盖的铜线固定,防止进入气球的铜线长度有所变化,这个步骤也是非常重要。 如果铜线都溜出来,水就无法加热了,现在所有装置都做好了,然后将铜线塞入气球内部,毕竟是带电设备,所以要仔细检查每个接口,防水工作一定要做好,然后在蛋盆内放上保暖的东西,把气球放在上面试试大小,大小合适之后就可以准备温控装置,它可以保持加热的温度恒定,因为模仿母鸡孵带,母鸡的体温是一定的,不能太高,也不能太低,加温控装置接入之前准备好的道具上,插上电源,一切准备就绪, 电源适配器用的是12V,5A的规格,温控装置接入电之后,就会显示气球内的水温,此时的温度是35摄氏度,这个应该严格按照母鸡的体温来设置,最后测得母鸡的体温是41.1摄氏度,所以将温控装置也调到41.1摄氏度,趁着敷卵床预热的时间,来超市买一些受精的鸡蛋,鸡蛋一定要是受精的,才可以成功地孵化小鸡, 将买来的鸡蛋放进敷卵床,然后将制作的敷卵工具放在鸡蛋上,此时的气球模拟的就是母鸡,孵化的时候还要翻转鸡蛋,保证让鸡蛋受热均匀,我们用手电筒检查一下孵化进度,手电筒的灯光照在鸡蛋上,可以明显地看到鸡蛋中心有一个黑点,这就意味是成功受精的鸡蛋, 过几天在观察鸡蛋的时候,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鸡蛋中有东西在动,为了保证小鸡的出生率,就要在鸡蛋中放一个小架子,小架子不能太高,太高的话不能保温,然后再将气球放到上面,到20多天的时候,已经可以看到有鸡蛋产生裂缝,看来小鸡很快就会破壳而出,经过几个小时,终于有一只小鸡成功出生,男子检查了一下剩下的鸡蛋,剩下的鸡蛋也开始有了裂缝,继续耐心等待,第二天所有的小鸡都孵化出来了,多么可爱的幼崽, 还左顾右盼的在寻找自己的妈妈,他们绝对想不到,他们的母亲居然是一个气球,为了纪念这次的成功孵化,男子将他们抱了出来,准备让他们和孵化装置合影留念,话说你们可以想到其他副小鸡的方式吗?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打在宫廷上,让我们一起探讨探讨吧。